繼續開會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報告 繼續質詢 在進行質詢之前 先請秘書長報告 各部會首長請假請行 報告院議會 行政院來函 施政務委員晉級 本日上午10時至12時 因公請假 無政務委員 鄭中本日應公請假 民政務委員萬億 本日上午應4請假 國防部部長 洪部長釋寬 本日上午應公請假 由李副部長喜民代表列席 文化部政部長立金 本日上午9時30分 至11時30分 應公請假 由楊次長執保代表列席 報告完畢 好 謝謝秘書長 那麼我們現在開始進行質詢 第一位我們請王委員玉敏質詢 巡答時間為30分鐘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是不是有請林全院長 請林院長 王委員好 院長好 院長上個禮拜五 您就在這邊院會上面 你回答委員的巡答 您說慰安婦 有部分是自願的 很多人聽到這句話之後 覺得不可思議 包括作家張大春 他說能說出這句話的 是沒有人性 沒有嘗試的那個 很多的富裕團體 非常的憤怒 覺得你完全忽視 這一些慰安婦被欺壓的事實 而您這一句話 你知道嗎 對於這一些慰安婦來講 是非常嚴重的二度傷害 所以本席在這邊 要要求您 為您不當的施言 不當的發言 必須做出最嚴正的道歉 謝謝王委員 這個給我說明的機會 首先呢我針對上個禮拜五 我在達詢菲鴻泰委員提到 慰安婦到底是這個自願 還是被迫這個事情呢 我的回答是不恰當的 因為我說是 我不排除兩種可能 所以是不是你現在 願意鄭重的道歉 當然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願意就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這個是說的是 其實是有欠考慮和周嚴 那麼我社會也了解了 就是其實這裡面 院長到現在沒有講出 道歉這兩個字 當然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願意道歉 這個事情我想 好 您願意道歉 接下來其實本席要告訴你的是 您現在貴為院長 是最高的行政首長 您知道你的責任在哪裡嗎 這一些慰安婦們 很多他們一生 要求日本要一句道歉 換都換不到 人都已經走了 所以你的責任 是要去跟日本爭取 要求他們必須對這些慰安婦們 道歉 賠償 這個責任您知道嗎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來努力來做 這也確實是政府應該有的責任 好 本席希望 現在整個蔡英文政府 都跟日本關係這麼好的情況底下 我們蔡英文總統 還跟安倍的母親 可以一起欣賞音樂會 這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們不要忘記 幫貴安婦們 幫這些阿嬤們 討回他們應有的公道 接下來本席要問你的就是 為什麼你這次組隔的過程當中 女性隔遠的比例是這麼的倒退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表 你整個女性隔遠的比例只有10% 我們的呂副總統 他說你缺乏歷史感 富裕團體想要跟你翻桌 因為過去馬政府時代 剛上任的時候 劉兆學院長 他可以有28%的女性隔遠比例 他心裡面知道 我們這些重要的職務 應該要給女性朋友一個機會 但是為什麼你沒有 跟王委員特別說明 就是其實我們在組隔的時間 我們也確實有很努力的嘗試 去考慮到各方面的因素 包含要能夠盡量 能夠增加我們女性隔遠的這個 平衡的這個 這樣一個狀態 當然我們覺得我們在很多地方 我覺得是還不夠努力 所以本席這邊要要求您 未來如果你的隔遠有出缺的時候 你願不願意承諾優先任用女性隔遠 如果有任何女性的隔遠 如果任何女性是適合做隔遠的 我們都很樂意能夠了解 我們也希望能夠勸她們能夠進來 好不好 到時候王委員如果有推薦人選 我們也很樂意知道 好 我希望這個部分你可以改善 因為現在立法院的我們的女性的 立法委員的比例 您知道嗎 我們是高達38% 很多國會議員來訪的時候 他們都會覺得我們台灣政進部 在國會裡面女性比例這麼高 但是我很擔心的就是 他一旦去訪問行政院的時候 問到同樣的問題 怎麼下降得這麼快 所以這一塊我們覺得 我們立法院其實也有很多民進黨的 應該是院長你應該要再去改善跟加強的部分 接下來本席要問你的 是有關於沖枝鳥礁的問題 院長你知道嗎 就是在潮汐高潮的時候 沖枝鳥礁它能露出的面積高度有多少 這我不太清楚 你不太清楚 但是我想應該不會太高吧 好本席告訴你 北礁的部分露出的海平面高度只有16公分 東礁的部分更只有6公分 加起來的面積不到兩平方公尺 而日本這個不到兩平方公尺的地方 他竟然宣稱說他有122位的國會議員 涉及在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我請教你 不到兩平方公尺 可以讓122個議員站上去嗎 我想因為這個部分 這個連站都沒有立足之地 這個連站都沒有立足之地 站都沒有立足之地 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明眼人一看 當然就知道是礁 不會是島 按照聯合國海洋公約法121條的規定 這樣的地方沒有辦法居住人類 沒有辦法提供經濟生活 而你們的內政部部長講出了實話之後 是被你們的外交部打臉 為什麼講實話的內閣閣員要被打臉呢 另外一個本席要問你的是 這件事情 沖之鳥礁過去在馬政府的時候 定調得非常清楚 而這件事情 為什麼你們剛上任不久 馬上把礁字拿掉了 改為沖之鳥 這是誰的意見 是不是國安會 是不是國安會 這個外交部長 李部長你也上來回答 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最關心的是 我們漁民在那邊捕魚的權利 至於沖之鳥 我知道 但是你這樣這一改的話 你的立場 你變成是退讓 你知不知道 不會我們已經認為 日本的權利是有爭議的 就這樣子 有爭議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爭取 我們會跟日本去來進行協商 那這段時間怎麼辦 這段時間怎麼辦 我們的漁民是有能力在那邊捕魚的 我們會 可以前進到多少海裡捕魚 任何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讓他們在那邊充分 就充分的去捕魚 這個沒有問題 本席要告訴你 前一陣子 我們被抓走的這一個 潘建鵬船長 他到國民黨中常會做報告 當時 本席就坐在他旁邊 你知道這個潘船長 身高馬大的 也很年輕 他上台報告完 他整個被抓去的經驗 他說他連上廁所的時候 都被繩子遛著 像一條狗一樣 他覺得 他這個整個人的尊嚴 是完全被践踏的 你知道嗎 他講完以後 回到我座位 旁邊坐下的時候 全身冒汗 發抖 我問他 你怎麼了 他說 回想這些事情 他還是 魚記猶存 非常驚恐的經驗 而現在 全國的漁民 都在問一句話 他們說 他們說 這個外交司令 我都聽不懂 現在 他們只要一句話 到底 我們的魚民 現在 可以去 沖織鳥礁附近 200海力裡面 抓魚了嗎 可以去200海力裡面 抓魚了嗎 可以還是不可以 可以還是不可以 我剛剛已經跟王委員說了 就是你剛剛講的 現在520之前 我不是能充分掌握狀況 但是呢 我們現在已經講了 就是現在漁民 在那邊捕魚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可以前進到200海裡內嗎 當然 我們會必要的時候 我們也會進行任何需要的護漁 院長這是你的承諾 你說 漁民現在可以放心捕魚 到沖織鳥礁 200海裡內捕魚 是不是 我們有必要的時候 我們會派護漁船去 他可不可以前進到200海裡內 在我們的護漁船的保障下 他們應該是可以的 可以進去嘛 他們如果需要的話 可以隨時聯繫 我希望農委會 漁業署 正式喊搬給全國的漁民 告訴他們 今天 林全院長在院會裡面正式承諾 我們的漁民 可以放心去捕魚 可以到沖織鳥礁200海裡內 放心的捕魚 放心的捕魚 我希望你今天告訴全國漁民的這個承諾 要說到做到 因為捍衛我們的漁民在公海捕魚的權利 這是政府的責任 這是政府的責任 在我們的海洋公約法87條裡面 講得非常的清楚 為什麼今天我們要說馬政府 他的主張是對的 一旦你不主張他是礁 你可以前進到他200海裡內嗎 因為日本主張他是島啊 這樣的立場 如果你站不住的話 你怎麼樣去爭取 你完全沒有立場 所以剛剛本席問的那個問題 其實你沒有回答我 到底沖織鳥礁這樣的說法有什麼不好 這是一個非常堅定而明確的立場 今天為什麼要退讓 是不是國安會的意思 我想我們最關心的漁民的捕魚權 我想我們最關心的漁民的捕魚權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跟日本人互相來協商 來達到最好的問題 是不是就是國安會吳釗仙秘書長的意思 這個部分不是某一個人的意思 這是政府集體的考量 所以是哪一些部會共同決 國安會有沒有涉入其中 你只要告訴我們 我們對外對日本的協商 我們是一體來考量的 我們也希望彼此能夠 在一個善意互動的情況下 來把這個問題能夠做妥善解決 不至於發生過去所造成的 你要善意我們沒有反對 但是漁民的權益 如果你的善意顯示出 是一種退讓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幫漁民爭取 我希望在這一點上面 院長你要非常的清楚 當時張善政院長 他這麼的強悍 他的立場就是希望說 用強悍的立場 逼迫日本上談判桌 這樣子在談判的時候 我們立場很堅定 才有更大的籌碼 去跟對方談 我們希望大家在善意的情況下 來談判桌 才能夠把問題解決 那麼同時我們也告訴 特別在這邊再次聲明 我們對漁權上沒有任何的退讓 好 我希望這個院長記住你今天這邊的承諾 就是讓漁民可以放心去捕漁 接下來本時要問你的 是有關於最近的這個核能的問題 這核能的問題呢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前呢 其實信誓旦旦 我們看到2015年3月12號 有這麼多的我們的縣市首長 民進黨13縣市的縣市首長跟立委們 共同召開記者會 他說我們要審下一座核電廠 院長你知道嗎 一座核電廠省下來了沒 從去年3月到現在省下來了沒 我們就是要省下核四這座沉電廠 同時我們也希望核一二核三 所以現在省了多少電可不可以回答本席 我們應該這樣來講啊 就是說我們目標呢 是希望未來的這個 利用節電的方式呢 院長都沒有回答本席的問題 我說省了多少電 到目前為止 您知道嗎 還是不清楚 我們才就任才兩三個禮拜 所有的結構性的改變 好 那本席告訴你 因為你們縣市首長不是現在才就任啊 已經這個執政一段時間了 當他們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去檢視 後來發現 包括台南高雄屏東雲林嘉義彰化 他們的用電量是不降反征 省下一座核電廠省到哪裡去了 這是口號治國 另外一個 蔡英文總統在上任之前 去年8月29號 他說民進黨執政 保證絕對不會缺電 我們的理部長 我們這個經濟部的理部長 他剛上任的時候呢 上任之前5月5號 他說 金明兩年不會缺電 上任之前誇下海口 上任之後不到十天 他又說 供電沒有百分百的 本席今天要問的就是說 這樣子用口號來節電做得到嗎 我們選前看到整個民進黨政府 是反核的 所以當這幾天您拋出來說 在不願意的前提下 考慮要重啟核一 整個我們的反核團體都大跳腳 甚至還奮而去提告 我們在座的理部長被告 他們也加告了這個林權院長 一個是這個公共危險罪 一個是恐嚇公眾罪 就是他們非常的不滿 覺得你們簡直是說一套做一套 為什麼口口聲聲反核 現在竟然要來重啟核一場 一號機 我來跟特別跟王爺說明 第一個2025非核家園這個目標 我們從來沒有改變過 那麼核一核二呢 我們不會研議 會準時除役 這個立場也從來沒有改變過 那麼至於核一核二 這個它的目前在還沒有除役之前呢 它的運轉呢 我們當然希望它能夠維持一定的效率 但是呢我們也會窮盡一屆方法 在盡量不使用核電情況下 來解決目前的這個電力的調配的問題 那麼這些方法 包含你剛剛所提到的 包含節約人員 以及開發更多的電源 或者這樣讓我們的這個 目前有的這個電力機組呢 能夠做更好的這個是 維修和排程 讓它那個充分在兼風時期 好院長這個在你們昨天的新聞稿裡面 其實都有 本席要問的就是 您知道過去教育文化委員會 有做出一個決議嗎 這個您可以看一下 我知道 對當時提案的 大概也都是民進黨的委員 包括鄭力軍核心存跟陳廷飛 他們當時的提案 當時為什麼會提這個案 因為他們當時的主張都說 核一場一號機非常的危險 不可以再繼續的運轉 而且他們認為核一場一號機 根本是鬼州拍撩撩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為什麼反核團體要控告你 因為如果民進黨的委員的說法 是真實的話 您今天把一個危險的核一場一號機 要重新啟動 當然涉及到公共危險 這麼危險 老舊的機組 如果您執意要再重新啟動 這當然觸犯公共危險罪啊 所以我在昨天 在之前也講過 就是有關核一場的部分呢 我們其實呢 目前的看法 除了我剛剛講的 要窮盡一些方法 用其他的電源來取代之外呢 那麼另外呢 就是要在安全無疑的前提下嘛 這個我也曾經說過 所以如果安全無疑 您就要啟動對不對 安全無疑是包含了 剛剛原人會所講的 它的必須要認定 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呢 我們現在了解到社會上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們昨天也跟很多環保團體 做過一些溝通 那麼我們也希望能夠 在這個部分呢 未來我們也一定 在取得社會共識的情況下呢 才會去考慮這個問題 好 我們是不是請這個李部長 您也上台 您昨天呢 在這個媒體訪問的時候 您講了一句蠻經典的話 網友都說 如果核電廠不能重啟 就能並連發電 這是世界奇蹟啦 您昨天為什麼說 這個叫做並連發電 這個不叫做重啟 網友已經嘲諷你說 這是世界奇蹟 台電也馬上打臉你說 重啟就是重啟 沒有重啟 哪來的後續的並連發電 您對這個能源的認知跟見解 怎麼會跟一般人差這麼遠 是跟委員報告 在我們昨天用 並連發電講的是 我們把所有的這個 程序 節電的程序 通通都做完之後 那麼在這個原能會確認 核電廠已經安全的情況之下 那麼它運轉到臨界之後 才進入並連發電 那這是一步一步的程序 所以要運轉嘛 要啟動嘛 才能進入到並連發電嘛 你怎麼會對媒體說 這不叫做重啟呢 就跳過這個程序呢 你要不要問你這樣的說法 公開道歉 重新更正 我不認為這樣子的 重啟這個字 的確是 它在系統當中 如果這個機組經過很長的時間 不運作之後 那麼 可是這個機組 不運作以後 要重新運作 不是重啟 不然是什麼 專業的名詞 我們認為它 恢復發電 不是重啟 恢復發電 不叫做重啟 那你就是打臉你們自己的 這個民進黨的委員 你看清楚它在教文委員會裡面的字眼是什麼 它寫的是重啟 和一廠一號機制運作 他們說錯了嗎 那你要不要糾正一下 要怎麼說 不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說 這個專業名詞 跟這個一般的說法 好了我想在這邊 真的不要玩文字遊戲 要重新運轉 就是要重新運轉 為什麼要玩這種文字遊戲呢 這一點都不可取 來請回 院長 在這邊 我想這麼多的媒體喔 你是不是要重新 再宣誓一下 今天媒體的標題 是下了這樣的標 說重啟 和一一號機 是胎死腹中 所以本席要你在這邊承諾 是不是 您要承諾保證 和一廠一號機 絕對不會運轉 這是你們現在的政策 請您說清楚 講明白 好的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昨天也有跟一些環保團體溝通 也跟我們的立法院的民進黨團的委員 也做一些溝通 我們現在目前是這樣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就是有關和一廠一號機的部分 院長你不要再重複你們的說明 本席問的問題非常清楚 我們的立場就是剛剛講三大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窮進界幫法 那麼不再 和一廠一號機要不要運轉 就這麼簡單的題目 院長 和一廠一號機要不要運轉 只有這三個前提下 才會去思考一號機的問題 所以你不排除要運轉 對不對 這三個原則下 這三個原則就是我剛剛講的原則 所以媒體下錯標了 根本沒有胎死腹中 林選院長剛剛的答案是 還是會考慮要運轉 所以表示說還是會考慮讓它運轉 在你那個三個前提底下 還是考慮會讓它運轉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新政府現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措施 因為我們用電的確是吃緊的 我們可以看到 在五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是最危險的 一度就要亮黑燈了 就要開始啟動限電的措施了 那這件事情 因為民進黨在選前 信誓旦旦地說 不會缺電 也不會限電 我們李部長 在上任之前說 不會限電 也不會缺電 李部長 如果未來這幾個月 一旦啟動限電措施 您要不要下台 要不要為您之前說大話負責 我想我們講的就是 我講的是李部長 李部長你上台 既然你選前這麼信誓旦旦 你要不要為您說出 這樣子的保證負責 是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當時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談的是整個機組的運轉率 因為你不敢負責嘛 好請回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們這個 新內閣的表現 我們來看一下機場淹水的這件事情 這個是讓很多國人都傻眼了 因為看到這張圖呢 如果是第一次來到台灣的旅客 他真的會覺得 他可能恐怕來到了第三世界的國家 這麼的混亂不堪 這麼的混亂不堪 我們可以看到這整個危機處理的過程 我們現在的內閣是慢半拍內閣 危機處理完全不及格 我們來比較一下 雖然就任只有三個月的張善政內閣 他們被好評的是什麼 大家說他是行動內閣 0206台南發生地震的時候 他在三個小時之內 趕到現場 坐鎮指揮 我們來看看一個淘雞的淹水 我們的林權內閣 多久以後 才到現場 我們看到當天晚上交通部長 才抵達現場 我們看到隔天行政院的副院長 過了24小時之後 到了現場 這個時間差 是差了八倍之多 一個是遠在台南 一個是近在桃園 為什麼這樣的一個危機處理 如此的緩慢 院長 您自己有沒有覺得 你們在這一次的事件當中 處理真的是不及格 做得不好 王委員報告 因為在當天下午 陶基公司發生這個問題的時候 陶基公司給我們的第一個時間回報 是應該在幾小時之內 他們水就會退去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們是派的是 我在了解交通部 是請那個次長過去馬上處理 因為是賀成部長在立法院 那麼之後呢 那麼晚上呢 我們發覺水沒有退去的時候 我就請 因為第二天要總質詢 所以我就請賀成部長先去 然後請那個 我們的副院長呢 明天一大早就要趕去 那麼所以我想 我們在處理這個問題 就了解這個事情的速度上 我們確實是根據這個 太慢了吧 在處理 掌握的不夠清楚 確實在各 在我們第一時間 因為掌握的資訊 陶基公司給我們的資訊 讓我們覺得這個事情呢 沒有那麼急迫 所以我們沒有在第一時間 馬上到場 這個確實是我們會要檢討的 所以你們現在的檢討 千錯萬錯 都是陶基公司的錯 所以今天 媒體抖大的標題 也看到了 你們在人事處理方面 非常的明快 陶基董事長 陶基總經理 必須負起責任 下台一舉功 我想我們不能夠只有對人事的檢討 其實我想這個事情 本席要接著問的就是說 這件事情如果陶基有責任 負責督導交通部的官員的責任在哪裡 而行政院市交通部的上級機關 你們的責任又在哪裡 如果按照當天那一天的情況 他下的的確是一場暴雨 有天災也有人禍 但是最終的要負起責任的 就是陶基的董事長跟總經理而已 難道院長 你們沒有督導不周的責任嗎 整個機場連外交通亂成一團 有的人因為這樣子 公務行程完全delay了 趕不及了 這個部分是陶基該負起的責任嗎 機場內的陶基該負起責任 但是整個事件檢討起來 本席沒有看到 你認為交通部有什麼責任 行政院又該負什麼責任 我們認為這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 我們在檢討報告已經說了 就是說這個部分是有三個因素造成的這個事件 第一個就是陶基的那個 院長 本席要講的不是說原因在哪裡 你剛剛也承認 我們要知道原因才知道這個事情要怎麼 你剛剛也承認 在現場危機處理的 我要跟你討論 是危機處理的這一塊 你剛剛也覺得你的反應過慢 我這樣來講 你們也沒到現場 那這一塊的究責 你認為交通部跟您這邊要負起什麼樣的責任 我們是這個事情也曝露了 就是說我們對於一些重大的公共設施 那麼它的這個應變的部分 其實在制度上來看 有很多東西沒有落實 所以我們也是在要求交通部就這個部分 也要未來也要一併來檢討 院長我可不可以請教你 當天你在開行政院院會 你是幾點知道這件事情 在訪中心應該都會有通報會有檢訊 第一時間有告訴我 第一時間我就知道 第一時間是幾點 我沒有進那個時間 應該是我在院會還 或者是院會 11點就淹大水 你幾點知道的 就是應該是院會結束的時候 或院會中間 就是快結束的時候 所以你採取了什麼措施 當時我們只看到這個行政院發言人說 您生氣了 到下午的時候說您生氣了 但是本席很好奇的是 當時你採取了什麼必要的措施 本席在想 如果今天這件事情 是發生在張院長的任內 我相信他第一時間 他知道之後 他自己會親自到現場去看一看 這個才叫做行動內閣 但是我覺得您對於這樣子的危機的處理跟反應 還是慢了半拍 本席希望您這個部分要改善 因為如果是慢半拍 你就延誤了整個危機處理的時間 而整個民怨就會沸騰 我們會特別來檢討 有關這裡面所有的疏忽 或是這裡面沒有充分掌握實情的問題 那你願不願意為這一次影響的三萬人 因為他的行李被淹水了 車子泡水了 他的行程被delayed 時間被耽誤了 您願不願意跟他們說一聲抱歉 我想主管機關 昨天他們已經 用這個事情 這個是交通部長 本席請教的是說 那您呢您督導了交通部 交通部部長已經道歉了 您呢 您是最高的行政首長 對於這些所造成人民的不便 你願不願意苦民所苦 理解他們的不方便 理解他們的抱怨跟生氣 說一聲您的抱歉 這個沒問題 這個沒問題 就是如果對所有的我們同胞 或者是在使用機場中間造成不方便 政府都應該表示抱歉 好 這個您抱歉 這一個部分喔 我覺得民眾聽到之後 可能心裡會稍微舒緩一點 的確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喔 接下來最後一個問題 本席要問的 我們出席這個WHA的過程 我們其實有遞交了一封 所謂的抗議信函 那這一封抗議信函呢 本席在擔任未還委員會的招委 我提了一個案 要求應該要公開內容 但是被民進黨的委員到最後 他們不敢面對 他提出了散會動議 然後希望這件事情不要面對 外交國防委員會 也有委員提出了同樣的提案 要求外交部應該要公開 但是一樣被民進黨的委員否決掉了 本席還特地行文給衛福部跟外交部 得到的是這樣的回函 衛福部說這個是外交部的職權 外交部說依照慣例 他沒有辦法提供 外交部現在在現場 我要告訴外交部 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在衛環委員會 當時還是衛生署 也被民進黨的立委要求公開過 這樣子的信函 為什麼外交部說謊 說沒有這樣的慣例 院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是不是請李部長來回答這個問題 像王委員報告 在外交委員會我已經承諾 會把這個抗議函的實質內容公佈 什麼時候 我們隨時就可以拿出來 那今天交給本席 那當然可以啊 因為這是院會總質詢 為什麼呢 因為形式上 這是 好 部長 您的承諾 您今天會把這個信函的內容公開出來 這個本席感謝你 本席希望外交部不能搞黑箱 而且本席也要譴責 為什麼在衛環委員會 你們派出的代表要說謊呢 說過去這樣子的慣例 就是不可以公開 結果被我們發現了 一百年根本就公開過 外交官員可以這樣公然說謊嗎 這個部分本席絕對不能同意 我想出席WHA 我們是非常贊成 因為這涉及到國人的醫療健康 我希望未來每一年 我們都還要繼續參加 但是在這個參加的過程當中 到底是誰 要我們林作元部長不能講出台灣 國安會避不了責任 然後外交 提交平同席 臺灣大學 每10五位 中五位 最終需要做 謝謝王委員 謝謝林院長 來請回座 下一位請 蕭委員美琴 執行巡討時間為30分鐘 謝謝院長 謝謝主席 請林院長 請林院長 校美好 院長好 我想我今天質詢的重點 還是在東部的各方面的問題 那麼尤其是對於地方交通的改善 以及產業的問題 那蔡總統在幾次到訪花東地區的時候 都一再的向東部地區的鄉親承諾 新政府上台之後會優先來改善 並解決東部的交通問題 那這也是我多年來努力的重點 那因為院長可能相對於你的前任幾位院長 對東部的交通問題沒有那麼熟悉 所以我想今天我要花一點時間來做一些陳述 那也代表很多地方鄉親的一些心願 那我想部長可以先坐一下 那個後面有位置 那部長可以先坐 沒關係 我要陳述一下我們的東部的問題 因為畢竟我希望我們院長跟部長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能夠用更多的同理心來看待 那首先很多東部居民最大的一個痛苦 就是買不到車票一票難求的問題 你現在看的這個畫面 是今年的縣政府提出的返鄉專車 在縣政府門口清晨排隊買票的畫面 很多的鄉親他要不是半夜守在電腦前面來搶票 而且是秒殺搶不到票的狀況 不然就是一群媽媽們在凌晨清晨的時候排隊等著要購票 那他們要買票只是希望在外地求學當兵或是工作的孩子 能夠在假日多一個回家來看看父母親的機會 但是往往還是搶不到票 所以我們對於東部地區的交通鐵路問題的改善 希望是列為我們新政府的一個優先政策 那當然這個有短期中期跟長期的各種方案 這也是我這麼多年來 反覆的在跟地方討論 以及跟各部會研究的一個方向 那就短期而言 那台鐵的票務系統 這個在台灣很難想像 但是已經十年以上沒有更新了 在今年會邁入第十二年 那在全世界科技不斷進步 進展的過程當中 我們居然一個票務系統 要花這麼長的時間來進行更新 我覺得是無法接受的 所以我希望這個部分 我們交通部行政院能夠優先更快速的來改變 那麼短期的改善計畫當中 還有另外一個旅客分流 就是包含著讓花東居民 可以優先保障回家的權利 以及買票權利的政策 那我們今年呢 這個在五月底 開始宣布要實施實名制 我相信是一個改變的起點 雖然第一次試辦 因為時間的倉促 還有很多的問題 需要再檢討 需要再改善 那其中的問題包括 很多長期居住在東部地區 戶籍也在東部地區 但是並沒有納入這次實名制 只侷限身份證UV開頭鄉親的購票權益 包括我個人也是被排除在外 但是有更多的花蓮鄉親 他的家屬也許一家四口 裡面有兩個人不是UV開頭的 他們就沒有辦法共同享有 這個優先保障購票的一個權益 當然這是一個試辦計畫 希望在下一個階段 能夠納入所有的戶籍 設在東部地區的花蓮鄉親 那麼我們更希望能夠常態化 不只是侷限於在假日 在特定的廉價的特定的少數的班次 因為即便是指侷限於東部居民UV 所以我希望這個問題 尤其是我們貨城部長 我也肯定這是一個改變的開始 但是還有很多的配套 很多的問題需要再加強 那我稍後再請兩位一併來做回答 我再來說明接下來的問題 那我們中期的改善計畫 包括接下來台鐵的各項列車的採購 我們希望是以十二節車廂的 這個新車為主軸 比現在的泰魯閣號 普悠馬號的八節車廂的列車 等於是多了三分之一的運量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逐步的增加我們可以買得到票的民眾 那這買得到票不只是花東居民回家的權利 地方的觀光產業更依賴著讓每一位想要到東部觀光的居民 都能夠買得到火車票 我們花蓮不希望四處塞車 這已經成為一個問題了 我們希望只要想來的人都一定買得到車票 這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所以再下來就是我們最近所看到前幾天的東部鐵路出軌的問題 這個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看到沒有人受傷傷亡 但是啊如果這個問題發生在山區北回線上 後果不堪設想 尤其是在橋樑上面的話 那這個問題更凸顯了我們東部鐵路 目前尤其花東鐵路依然單軌的一個困境 當這個事故發生的時候 南北雙向的火車全部停擺 全部停擺 所以我們長期在要求 在花東鐵路 目前以單向單線通車的情況 其實是限制了我們可以增加班次的空間 更是讓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普悠馬號 太魯閣號快速經過的時候 很多的鄉鎮 他連停都不停 讓這些本來就已經位居偏遠的小城鎮 連搭火車的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花東線的雙軌化 以及北回線的三軌化 我是希望是我們政府 能夠即刻來進行的一個 東部的重大公共工程 那我們賀成部長在上任前提到說 不必要的建設就不要進行 這個話的原則是對的 可是對東部居民來說 我們鐵路建設的進行 卻是非常迫切也非常必要的 那我現在要請院長跟部長 就我提出的鐵路相關的問題 來一一進行回應 謝謝校委員指教 那麼我想我們一定會支持 來盡可能的讓這個 東部地區的交通能夠得到改善 那麼有關詳細的這個 具體的這個計劃 是不是請賀成部長來做說明 是不是賀成部長先就實名制的 一個試辦跟未來擴大的方向 來做一個說明 首先這個票務的改善 在這次試辦 確實是在很多地方還不夠理想 那我們第一要改善的可能就是 在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希望除了UV字頭以外 它實際上是涉及的 那我們就在這個上面希望能夠擴大 第二我們對於在中秋節 返鄉的人可能更多 所以除了我們的這個專車之外呢 我們也希望針對某些列車 增加這個返鄉的人他的比例 而這個比例上的這個落實 就是按照剛才您所指教的實名制來辦理 所以在中秋節有關這個戶籍以及增加返鄉的人 他們在返鄉這個座位上面的比例呢都會改善 那麼關於更長期的用完全用網路的方式來代替這件事情呢 過去可能消費員也知道 是等於有點受制於廠商 而這個是公家機關在採購上面的一些困擾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也已經用技術上面 能力更強的一些廠商來代替過去的廠商 那這段過去我們需要三年時間來改善 我們希望能夠加速 看是不是我們在明年的年終呢 我們來把這件事情辦理到一個相當程度 至於說是不是全面改善 讓我們這段時間 把我們的事辦跟廠商周全的情形通過納入 看能不能加速來不要那麼久的時間來改善 票務系統的更新是剛剛才八包 原來交通部給我們的時程是要兩年的時間 所以部長您的意思是可以來縮短完成的時程嗎 是 那關於您剛剛提到的 對不起有關這個整個票務之所以緊張 最主要是容量的問題 那容量第一就是您提到的 與其去買速度快 但是座位少的普悠瑪或者泰魯格號 應該要去買這個車廂比較長的 不過他在整個調度上面來講 可能要考慮到 因為過去的發車 甚至於從彰化這邊來發車 所以有一些班次就沒有辦法 來從彰化發車變成主要來服務東部 這些在調度上跟特別假期的時候 然後做這個安排也需要全國老百姓 大家一起來體諒 那進一步 除了這個車廂以外就是路線的容量 那路線的容量現在這個完全是單軌作業 確實一旦發生狀況就會有一點塞車 或者是變成沒有辦法救濟 所以適當的運用現在您剛剛所提到 短中長裡面 中期部分屬於北迴縣 在一些車站部分先把它加強它的這個回車 以及它的這個瓶檢的改善 這部分的做法我們也會在這個花東這個部分 也朝這個方面先來努力 在這個雙軌的案子還在進行當中 我們先做這些局部改善 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先來做 我想花東縣的雙軌化以及北迴縣的增軌計畫 這個可行性評估現在都已經是接近完成了 我們更希望交通部以及行政院能夠盡速來核定 盡快來執行 對長期的方案我們一定會按照現在既定的時程來加速辦理 我想除了鐵路的問題 這個公路的安全性的改善 也是地方所關切的重點 那麼蘇花公路的改善計畫 分三個階段已經正在進行了 那我們更期待明年開始能夠分段來做完工 那目前的施工計畫是否照原定的時程來進行呢 現在蘇花改的部分是完全按照既定的時程毫無疑問 那麼有關蘇花改 是不是要進一步再有些路段再去把它做 等於增加它的隧道工程 那麼這個涉及到的除了是整個政策的檢討之外 也對於它的環境 我們需要做一個新案子的審查 那麼才能夠使這個事情成立 不過既定已經核定的蘇花改的工作 我們會盡量來按照安全的標準之下 趕快讓它繼續進行 我想蘇花改工程是個高難度的工程 那麼在林院長的前任張院長卸任前 也才進行了這個觀音隧道最後的一個貫通跟爆破 那我們看到裡面的隧道的這些工作人員是非常 在一個非常辛苦的環境當中 一直希望能夠加速來完工 那我們希望給這些基層的隧道以及蘇花改的工程人員 一個加油跟鼓勵 但是更希望我們在政策上面 還是能夠督促 盡快來克服萬難 來加速完成 這確實是地方居民長期以來的期待 尤其這幾天我們看到幾乎每天下雨 那落實貪方的問題也持續的在發生當中 那對於需要沒有辦法搭鐵路 需要去做產品的運輸農產品 一定要以汽車公路的方式來經過蘇花公路 這一段路的民眾的安全 我們更有責任來維護跟保障 那麼除了這個蘇花改之外 我們很多鄉親 尤其是在花蓮跟台東之間這麼長的一個路段當中 有許多的路段還是舊的這個台九線 也就是雙向的這個台九線 那我們為了改善花蓮到台東之間的一個公路運輸 地方也已經提出有關台九線花蓮南段的相關拓寬計畫 那這個部分這個公路局也已經在進行了 我們更希望我們交通部行政院 也能夠以專案的方式 繼續的來改善台九線南段 尤其縱古地區的這個相關交通的工程 那這個是相對蘇花改 對環境影響是相對單純的 相關的評估也已經完成了尤其花蓮段的部分 那是不是這個部分我們也能夠以最嚴謹的態度 但是以最積極的方式盡速來辦理 是蘇花公路特別是在台九的這個南段 它的局部改善的部分已經在預算都成立 也已經用專案的方式在法寶辦理當中 那麼有關它的改善呢 只有在必要的地方我們去希望用拓寬的方式 其他方式我們希望多用一些局部工程的方式 我們會盡量在這個工作上面以解決問題 同時兼顧環境的方向來辦理 但是積極的在這個預算已經成立的計畫去積極執行 那我們這個基礎建設的改善之外 我們公共交通跟運輸的服務是必要的 那除了鐵路之外 這個公路運輸公共運輸的改善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大眾運輸系統在偏鄉地區 其實尤其東部目前是一個山蘇的狀態 政府花錢去補貼那業者也賠錢 那民眾也因為不方便很多車子班次少 又沒有到各個村落去 所以民眾對於相關的服務其實也是不滿意的 所以我們對於整個偏鄉大眾運輸公路運輸的這個改善 其實也是非常迫切的 尤其是很多中南區的鄉親 往往需要搭好幾個小時的公車 到花蓮的門諾醫院慈濟醫院去拿個藥 然後去到那裡錯過了自己的掛號時間 又要等半天 所以其實對於民眾的生活 這個公共交通大眾運輸系統的改善是非常迫切的 那過去在我們爭取之下 這個交通部有幾個試辦計畫 但是這個試辦計畫的範圍太小了 我們也希望能夠擴大來辦理 對這個部分完全理解而且支持 特別是像這個您剛剛提到的比較偏鄉地方 它其實不能用定點的 它必須是一種所謂的隨機隨需求的 那這樣一個需求的供需呢 它必須要有一個規模才能夠做到 所以過去的試辦範圍確實是太小 我們會想辦法來擴大 那另外一個委員報告 那你的時程規劃是如何呢 擴大辦理的時程 對 現在他們估計的是這個要到明年 那我認為說是我們今年就應該在年底以前 希望能夠來把這個試辦範圍擴大 把它配合兩個學校 包括這個東華大學和這個東吳大學 他們的這個建議來把它做擴大服務 另外我也跟委員特別報告 過去我們都把重點放在路 最近大概比較會用客運補助的方式來做 可是我希望我們進一步也特別跟委員報告 對偏鄉地區乘客的服務 在不管是調子電子票證或是優惠 或是一些轉秤上的一些鼓勵 資訊的這個改善呢 會作為我們今後工作方向裡面的第一優先 也把這個第一優先這樣一個做法呢 配合您這邊所提到的 在花蓮這邊所做的這個試辦呢 優先把它納入進來 使得路車人整個結合得更好 好 部長我聽到優先兩個字 當然是很樂見喔 但是具體的時程是如何 是的 好 我剛剛跟您報告就是說 擴大範圍這件事情 在今年年底就會來做好 那麼怎麼樣把這個路車人結合的部分呢 讓我們跟兩個原來擬義的兩個學校 來一起商討看看怎麼樣 逐漸的把它納進來 謝謝 那除了這個鐵公路之外 當然空運喔 我們花蓮有一個很漂亮的國際機場 但是幾乎是用不到 尤其現在國內線班次也減少了 那國際的包機更是寥寥無幾喔 那我們希望能夠善用 東部地區的觀光資源 尤其是希望我們的遊客 能夠來自不同的國家 能夠分流喔 那我們 所以對於亞洲地區其他主要友好國家 來訪的這些遊客 我們更希望有直接便利的方式 因此喔 這個跟其他國際城市之間的這個直行 我們也希望交通部能夠極力的來推動 是的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推動 那當然東部地區我們 除了交通基礎建設的改善之外喔 他當地的亮點也是非常重要 其實過去很多人到花蓮來 他就是去看太魯閣 但是太魯閣國家公園既不收費 又沒有外溢的這個經濟效應 那我們更希望說 除了太魯閣國家公園 是我們東部之寶之外 我們更有一些其他的亮點 讓我們的遊客可以分流 而不是造成像現在 在每天下午國家公園裡面塞車的一個情境 那其中呢 我們曾經主張 在現在行政院討論的 這個原住民族博物館 希望能夠設在東部地區 那這個是在林院長的前任 張院長期間已經核定了 將他設在新北市 但是我希望林院長能夠重新考慮 這樣的一個政策 也就是說當初直接排除花東地區 將原住民族博物館設定一定是在北部 他原來的邏輯是說 因為北部人口多交通方便 可是以這樣子的邏輯 就像把台灣的歷史文化博物館 設在東京或紐約一樣 也許可以分享 有些人會去看 但是他脫離了原來的土地 更弱化了跟原來文化的連結 所以我們希望還是能夠重新考量 將原住民族博物館設在花蓮 設在東部地區 設在原鄉 讓我們原鄉的部落 有強化文化跟歷史認同的機會 將年輕人帶回到自己的土地來 那麼我非常的不認同 過去只以人口因素跟交通因素 來決定這樣子博物館選項的 一個思考方向 如果以這樣子的邏輯 那我們所有的建設 都能指在都會地區 完全少了區域均衡發展的考量 像我們故宮也因為人過多 設置了一個故宮南院 它就是一個人潮分流的概念 那對於原住民族博物館 更有一個回到原鄉 強化地方文化歷史跟教育的 功能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希望您部長 能夠重新的來考量 雖然過去的行政院已經核定 但是我希望能夠有反案的機會 部長您的態度呢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委員會主委來說明一下 跟校委員報告 這個委員會主 Tischist 這個社會主委 不定 Etsy 我們は 北京都會 zaの 助就好 閉嘴 dried 閉嘴 それitus 最並 Not 鋼 的 剛才 anda 對 districts 所以會重新選址就是了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其實包括花蓮跟高雄市 其實上次也有在爭議 可是沒有實地去做了解 那這也是我們在重新做的步驟 因為一開始就把這些地方排除在外 是的 就設定只能夠在北部 我想這個對其他地區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們會用最公平 而且最客觀 而且最實際需要的地方來做一個評選 那我還是要重申 這個原住民族的歷史跟文化 不只是一個要給人口眾多的地方消費的一個商品 它更是一個連結土地文化情感的重要的象徵 那我希望這個因素能夠納入考量 好的 那當然我們還有整個重古地區 花蓮到台東之間很多的 很美麗的這些景點 我們更希望在接下來的整體的 觀光政策的規劃當中 也將在地的文化 當中很多是地區性為主的 農業跟觀光一直是東部的強項 但是在農業領域 這個花東地區一直缺少 二級加工的相關的設施 那過去行政院一直在喊 這個產業六極化 但是產業六極化當中 如果缺了最基本的農產加工的相關的設施的話 其實對於農民 它的所種植出來的非常好 也非常乾淨好山好水環境運運之下的這些農產品 它的銷售管道時程都非常的有限 我們希望能夠增加它的附加價值 對農民的收入能夠有更多的機會 所以這個部分也希望我們新政府 能夠用更積極的態度來改善 謝謝校委員的指教 我想我們其實整個的經濟發展模式裡面 不只只有五大新型產業 其實新農業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們也知道東部地區除了觀光之外 另外就是農業的特色是非常好的 所以未來我們也確實有請國發會 確實有做一個有關花東產業的 發展的一些規劃 那麼也是同時也希望能夠花東地區的 這個特別是像有機農業等等 能夠有一些更好的整合 那麼詳細的部分 也許我們陳主委可以再做一些說明 那基本來說這個部分 我想絕對不會輕忽只有西部 沒有東部的整個經濟發展 我想如果說五大創新產業 是目前是以西部為重的 那在剛院長所提到的這個 新農業的政策裡面 資源的配置上 我希望能夠這個以東部的比例為重 因為畢竟我們其他產業發展的機會 以我們當地的整體的天然的環境 以及交通現在的狀況 我們也許能夠發展產業的選項 沒有像西部這麼的多元 所以在新農業的發展上面 我們希望在資源的配置上面能夠強化 好的我們會把這個東部的地區 列為我們新農業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來考慮 另外呢在綠能產業的發展 其實東部不是毫無機會喔 那例如說這個現在日本的Toyota汽車 在發展整個輕能汽車的產業 我們也看到了有具體的成果喔 但是台灣相較於日本 我們汽車產業其實競爭力是沒有那麼強 所以如果說我們可以用機車來作為一個示範點 示範的重點產業 那尤其是東部我們從循環經濟的角度來看 有一些像中華紫漿的廢氣 它能夠產生的輕能 其實足以讓整個花蓮五萬輛機車 它一年的這個能源的需求是能夠滿足的 但是啊這個沒有啟動相關的計畫 因為我們需要許多的配套 我們需要政府在法規上面 在政策上面 在資源上面的一個支援 那院長是不是能夠考量 以東部來作為一個 輕能產業的一個示範點 這個謝謝夏委員指教 我想這個部分喔 那麼我們會這個讓經濟部喔 以及工研院喔 一起來評估您剛剛所提到的這個部分 在這個東部地區喔 是不是有可能就在這邊把它發展起來 院長東部已經有一些初步的成果了喔 但是規模還是沒有辦法 形成一個產業的聚落喔 或者是一個新的亮點 所以我想政府相關政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喔 我希望能夠積極的來面對跟看待這個問題 好的那個我們會請經濟部喔 特別就您剛剛所提到的問題來做一些比較具體的評估好不好 那在東部地區我希望我們行政團隊能夠重視的另外一個產業 就是對國際學生的一個華語教育教學的一個產業喔 那目前全世界在學習中文的人口其實是上千萬的 我們只要能夠吸引一部分的人到全球也公認最宜居的東部來喔 在那裡long stay在那裡學習喔 那這是一種常住型的觀光 那他對於交通往來的負荷是比較低的 而且他長期在那裡居住在那邊消費喔 其實對地方產業都是有所挹注的 那但是啊目前啊整個教育部的規劃喔 對於啊進入到這個產業的門檻還是非常高喔 喔以至於目前只有一部分的大學機構是能夠辦理 反而private sector喔是很難進入這樣的一個啊新興的產業 但是我們縱貫全世界各種語言學習的經驗 包括瓜地馬拉的西班牙文的學習等等 其實我們看到了很多的很好的範例跟機會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領域我們在啊整個推廣上面 除了教育部之外包含外交部包含僑委會 包含整體產業上以及法規上的輔導跟協助喔 能夠給東部帶來一個新興產業的機會 好這部分我想我們可以請教育部喔 把您的這個意見喔 這個把它從頭來考量 或者需要的話我們請潘部長來說明 我想這個院長你今天都講了很多 請各部門來考量喔 但是我們希望看到從你這裡 一個很直接跟積極的態度喔 因為東部地區喔也許你這個去的機會也不多喔 但是啊對台灣整體的區域均衡發展喔 整體的國土規劃來講 其實我們還是要導正過去一個偏 一個眾西青東的一個狀況喔 所以不管是交通不管是產業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從你這裡看到一個 更積極來面對的態度 好的 我完全同意 我覺得你剛剛 好 謝謝蕭委員 謝謝林院長 及各部會首長 下一位我們請許委員舒華 咨詢巡訪時間30分鐘 謝謝李本句院長 謝謝主席 麻煩主席幫我邀請林院長 謝謝 林院長 李本結束 律委員好 院長好 蔡總統在520就職演說當天 他的演说很长 其中有一段 当他提到司法改革的时候 台下响起了非常大的掌声 这其实就显示了我们国人 对我们长期的司法的不信任 以及多么期待看到我们司法的改变 您认同吧 那我看到行政院同时也对于司法改革 定下你们的一个期程 跟你们的一个时间表跟目标 要显示你们要改革的决心 那我要先请教院长 对您来说改革的基础是什么 因为这个司法改革部分 涉及到不只行政院 主要是司法院在内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是请邱部长 就行政院部分有做一些规划 那么是不是让他来说明比较清楚 那个院长我今天不需要跟你谈论太多细节 我只问你改革的基础是什么 比方说很多的民意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这是我们推动改革的一个方向 那包括说现在很多的制度 可能是有不完整的地方 我们有需要修正的 这是我们改革的基础 那这些的所有的基础当中 我觉得最后他都必须建立在一个法治的精神上 你认同吗 我想改革这个部分其实包含的项目是非常多 那么当然这个普及法治教育还有这个 整个国家我们所依循的就是不管是我们公务体系也好 我们依循的都是依法行政 我们国家才得以运作人民才得以依循嘛 我们的公务人员也是照着这样的一个长期这样子在走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挑战的 那我今天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要跟院长讨论这个 是因为国人多么期待看到新政府对于司法改革 有一个新的一个作为 但是呢我就今天要跟院长讨论的是 我们看到监狱刑刑法第58条的规定当中 他确实对于保外就义有很明确的规定 那陈水扁前总统他在这样的规定之下 他合法合理的提出他保外就义的申请 同时呢在这个之前呢也同意他言了好多次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事情上呢 陈水扁前总统从他的这个牢房的平数的大小 一直到他在这段期间 他所受到很多的这个特别的待遇 很多人都有不断的在诟病 可是我都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容忍的范围 毕竟他还是我们的前总统 就算他即便有多一些不同的礼遇 我都觉得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我今天要谈的是 陈水扁前总统在前几天参加一个政治的参会 我认为这个已经挑战到我们法务部的底线了 我在这里呢我先跟这个部长说一下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谈论他当天出席这个参会所有的细节 因为这个参会所有的细节当中 包括了有好几百人在这个门口迎接他 他走过去这个人龙当中 大家喊着总统加油等等的 另外再开了一个包厢给他 让所有他政治的这些老朋友 可以进到这个包厢去看他 这算不算是一种政治的一个参会的活动 我今天不跟你讨论这些细节 如果我们要去说这个有 是不是有技术性的去规避 我觉得我们一来一往是没有办法讨论完的 我今天要提的是 从这件事情上面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的是法务部不断的在下修 我们自己的一个标准 第一个我今天有准备了一个影片 我要给院长看一下 院长我先请我们来放一下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最近在网路上 这两天开始的疯传 在高铁上有人拍到了陈水扁前总统 平常时候是好好的媒体也有报导 他可以拿着这个平安符 可以跟他的支持者握手 但是这个当媒体又靠近的时候 他的手又开始不自觉的又抖动了起来 你在看到他的这个状况 那个院长我先要讲的是说 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认为说 法务部一直不断的在下修自己的底线 因为一开始中间就已经告诉了陈水扁 陈家当天的参会是不适合参加的 可是在第一次我们法务部我们退让了 我们同意他可以让他回到他的老家 再来当我们得知陈水扁总统 确实一定执意要去参加这个参会的时候 我们又再次下手我们的底线 我们提出了三部原则 只要他遵守这三部原则 我们就能够接受他去参加这个参会 今天我要讲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昨天中间的新闻稿里面特别提到 整个的职能治疗的活动过程 均有医护人员陪同 所以他没有违反这个三部原则的规范 我今天要跟院长讨论的是 我们其实心里面都非常的清楚 不管说这是一个职能治疗的 或者是有一个这个 有疗愈性的一个政治活动 这个不会是只有一次 他未来会不断的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法务部 我们的立场要下修到哪里 他不断的在挑战法务部的底线 我们要下修到哪里 从这个影片当中 有很多人民众一直在讨论 到底陈水扁前总统 他是真的病了 还是在演戏 我今天也不跟你讨论 他是在演戏 或者是真的是在生病 真的要演戏 人家要沉得住气 要演好几年 那是他的功力 我今天要讲的是 在一个这样的事情上 我们法务部不能 没有我们的立场 我们不能够因人设事 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让我们看到的是 法务部因人设事 不断的下修自己的立场 同时呢 让中间 让角胜署去承担 他不应该去承担的政治责任 把这个责任推给我们基层的 让他们去承担 现在我们保外就医有170多人 未来每一个人都提出同样 跟陈水扁 陈总统 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 我们法务部怎么样去坚持我们的立场 如果院长你坚持说 我们的司法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你也尊重我们的法治精神的话 那我觉得法务部 在这个事情上不能够因人设事 我要跟院长谈 院长我昨天有看到你在媒体上接受 我是不是要就跟您说的 做个回应好不好 院长我先跟你谈一下 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立场是什么 我今天不是跟你要跟你研究说 他到底有没有在演戏 或者是在真的是生病 我只是要谈的是 我昨天看到你上一个媒体的一个专访当中 当媒体问到你在处理太阳花事件的时候 你的表达是这样 就是说你认为这些太阳花 它有它的过去的背景 所以你决定撤告 我也没有要跟你讨论 你撤告对与不对 因为这个有很多人跟你讲法 但是你讲的是情 你认为这个有它的背景因素 同样的我觉得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没有去跟你讨论对与不对 是因为我尊重你对太阳花 撤告是因为那是国家赋予你的权利 同样的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不能因人设事 国家未来如果要在一个 长治久安的法治的精神上 我觉得不能因人设事 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个方向 蔡英文总统有国家授予她特色的一个权利 为什么我们不让蔡英文总统去思考 用特色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它的政治性高于它的一个法治面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用国家给予 真正我们法治的精神来处理 这是我的看法 可以来 请 好 第一个就是我要特别跟学员特别说明 就是我对这一个刚才您所看到的 就是所提到的这个有关前总统 他的这些这次参加的这个参会活动 我个人从来没有对法务部做任何的指示 我没有说你有任何的指示 我只是说这件事情上面 法务部一再的退让 他下修自己的底线 三部原则是他后来才提出来的 过去有这种三部原则吗 是不是能够让邱部长来说明 第二个您刚刚提到有关蔡总统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不是我的权责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来回答 院长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我觉得不是把这些的问题丢给最基层的人 针对保外就义的法条去做解释 我要讲的是就如同你对太阳花 策告的意见是一样的 很多的事情本来就应该用政治的高度 跟智慧去解决 而不是把这些丢到很多的法条 我再讲一个 马英九前总统现在要出访到香港 很多人在说他这个15天20天 我也觉得同样的政治性的事情 就要用政治性的角度去解决 我今天跟院长讨论的是 你对太阳花的策告 是因为国家赋予你 你有这样斟酌的空间 你所做出的裁定 这个是我们尊重的 我没有说对与不对 同样的在陈水平这件事情上 当他参加了保外就医 已经明确的规定 他是不能够有任何政治活动 但是我们现在提出来很多医生讲 这个是有疗愈性等等等等 一直在这个法条上面 去做很多的空间解释 我认为不适当 我觉得未来会造成很多基层公务人员 他们的困扰 明明我们国家的规定很清楚的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她是有这样的权利 为什么不用政治上的权利去处理她 而要把她这些的问题 丢给最前线的这些基层的公务人员 他们任由他们受到很多基层的压力 包括她对于法条 一直不断地去找到很多的解释 这是我今天要跟院长讨论的 一个法治的精神 我个人并没有给法务部任何压力 我没有说你有给他压力 我也没有说是你同意的 有没有受到任何压力 这个部分你可以请邱部长来说明 好不好 因为不然的话 您说有压力 我也不知道邱部长他怎么回应 部长我没有说你给予压力 对 我没有说你给予 我说的是为什么法务部 在这个事情上不断地下修你的看法呢 这事情法务部来说明好吗 我知道部长的说法是什么 部长说他尊重我们中间 还有包括尊重矫正署的这种他的判断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些的问题的产生 这些问题的产生 未来还会再有 我们不能够让基层的公务人员 去承担这样的政治责任 他就按照他的权责自己去处理 没有人给他这个压力 他就按照他自己 同样我再讲 我没有说你给他政治的压力 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明眼人都知道 他有很多政治的考量的因素在里头 他不是那么单纯的 他不是那么单纯的保外就医 如果真的要细就保外就医的资格 他本来就已经不符合了 但是我们尊重他毕竟是陈前总统 他有很多的过去你讲的 跟太阳花一样的 有很多的历史的背景 我们尊重 我们也愿意给予更大的一个宽容 只是我讲的这种法治的精神 不容许因人来涉事 这件事情呢 我想这个 我觉得是留给院长一个 很好的一个思考空间 未来我们要提任何的司法改革 包括所有的转型正义的当中 所有的这个精神呢 这样法治的精神是不容被挑战的 不然的话我们人民怎么相信 我们司法改革真的有正义存在了 好我现在要请教那个院长 刚刚有很多的同仁 针对于我们合一场 要不要启用这件事情 提到了很多的一个问题 那我看到呢 这个有很多的民进党的委员 也抱怨您话说太快了 没有跟立法院沟通 你就把这个话讲出来了 包括有很多的立委呢 在会场当中也痛骂了这个台电 点名说这个有很多的幕僚呢 都把你推到第一线 所以说这个是缺乏一个思考 没有政治的一个迂回的一个空间 迫使呢你们昨天呢 在这个行政院也发了一个 你们重申非核家园的一个政策 我今天在这里 我只是简单的要得到几个承诺 第一个 2025年非核家园的 这个想法是不变的对吧 从来没有改变过 好那合一合二合三 是不是确定不演绎 对这个就是一定是不会演绎的 这也从来没改变过 那合一场到底要不要启用 刚刚我有听到院长您说 在认定没有安全无语 我想要请教 认定是由谁来认定 是专家或者是我们团队的人员 原人会 原子人委员会 原人会来认定 那简单的讲 就是你没有办法 现在就给予我承诺 说到底合一场 会不会继续的 再来做启用对不对 应该这样来讲 因为现在社会上对这个问题 现在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们有三个原则包含 也要让社会要有一定的共识 才会再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你现在就简单告诉我 我知道当家很困难 选举的时候 我们提出了很多美好的口号 但是我们真的当家之后 就会面临到很多 必须要务实去面对的问题 再来我们今年确不确定 不会限电 这个部分要考虑到 因为考虑到未来这段时间 我们的气候的变动 气候到底会不会有异常 那么当然也考虑到 我们目前现在台电 有的这些发电厂 我们希望它能够运转 都能顺利 不要有故障 这都是很重要的几个条件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维持 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备载电量 能够维持在某一个百吨比 我想如果能够维持在 没关系 院长你就告诉我 哪一些你是可以承诺的 哪一些你是现在 没有办法给我承诺的 包括你和一场 如果我们的备载电力 能够维持在七个百分比的话 那我们相信这个 限电的机会是非常低的 那么但是要维持 备载电力到七个百分比 这个当然有很多前提 的条件我们要去达成 好 所以我要再请教院长 提的刚刚提了这么多 我们也都希望说 2025年我们飞和家园的 这个目标可以达到 这个不分朝野的共识 都是一样的 那么你的替代能源 跟你的这个新能源 是什么能够简单的 让我晓得一下 而且我们要在这十年 不到的时间 要完成飞和家园 那个特别跟学员报告 就是我们的这个 飞和家园的达成 其实是主要是因为 我们过去的规划里面 核电厂是有 但是我们要一下 把它在2025年之间 把它逐步地把它废止掉 那么这个所缺的部分 要怎么解决 其实不能完全靠 您刚刚所提到的 替代能源之部分 那么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节能 就是节能源 那节能源也包含了 我们也希望未来的这个 我们的时间电价 能够实施 那这个前提又在 我们必须要有 这个要改变我们目前的这个 智慧电表 甚至于智慧电网的这些设施 要能够改变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 这个是我们靠着 我们呼吁百姓共同来做的事情 但是这些 不 那个部分是政府要做的投资 那么当然是呼吁百 一般社会大众 我们来一起沟通节电 我们也有一些鼓励的方法 那么昨天我们也跟很多环保团体 有做一些沟通 那么他们也很积极地提了很多意见 这个部分都会纳入 未来我们的一个整体的规划里面 我们希望把节能工作 要能够做到 那这个部分假设能做得好的话 那我相信对 院长我们这样子来看 我们不管你是做四年 我也很期待你真的如果 做的真的符合我们百姓的期待的话 或许你会当到八年的一个院长 但2025年这个非核家园的目标要完成 现在它必须有一定的一个旗程 不能够只是现在讲口号 因为你们已经执政了 我们必须看到要有很清楚的时程 所以您刚刚有提到有很多的环平团体 也给您很多的意见 包括你们现在自己也在找寻 其他的不只是替代能源 还有新开发的一些的能源 那这些我希望都能够有一定的一个旗程 每一年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个成果 我跟学员特一个报告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关键 其实在未来两年 因为未来两年这个结构性的改变 那么确实在供电上来说是有吃紧的 但是过两年之后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都可以能够让这个供电的问题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用力 好 我觉得我是给予很大的期待 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现在也不去批评太多 我也不想去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政策的法家弯 我觉得真的当家有很多的难处 这只是告诉我们说 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能把话讲得太满 讲太满的时候 后面我们常常 如果自己做不到的时候 他就要把目标定到 我们来努力执行 好 谢谢 院长我要再请教 有关于交通部的事情 交通部 我看贺城部长 从上任没有多久的时间 是多事之秋 从要取消我们端午节的 夜间免收费这件事情 包括到刚刚还有委员特别提到 淘机的一些后续处理的事情 昨天高铁班次也是异常的延误 我刚好就在列车上 我现在不去讲这些的重点 因为刚刚有很多委员也提过了 媒体也有谈论了很多 但我要讲昨天 贺城部长又有争议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当他在委员会面对媒体 对他询问的时候 部长是都不讲话的 后来媒体问你说 是不是你决定 都不会接受媒体的采访 那么你说 你怎么用这种态度说话 你来回向这个记者 我现在也是很奇怪 就是民进党政府 你们号称是最会沟通的政府 最会沟通的政府 在上任之前 你们不断地阐述自己的政策跟理念 怎么上台之后 全部都变成晋升的内阁呢 这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没有要问你 我要请教院长 您对于部长 昨天这样面对媒体的一个询问 有这么多的交通部 必须要有部长亲自回答的 媒体想要了解的事情 他用这样的态度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要看不知道媒体是问什么问题 所以我没有办法评论 是不是请贺城部长 还原那个事实好不好 书委员 那么来我有准备了一个影片 来看一下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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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正的交委会 好不好 请大家我们中间休息 再跟大家做报告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我是部长 中间休息 去天会受害 看情形嘛好不好 我们到那个时候 再来跟大家做报告 所以大家觉得是需要的 为什么用这种 谈论说话呢 那现在还没什么图 啊 你这到底是什么图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用这种事情 来回答你呢 谢谢 因为这种说法 未免太 因为你失职 那你们好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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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没关系 我还是那句话 说今天我们尊重交委会 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做报告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好 委员我可以说明了吗 等一下 我要讲的是说 当媒体 你说你尊重交委会 当媒体说 那你是不是休息时间的时候 你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 你说看情况 是 那所以当然媒体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不晓得 他会不会得到你的答案 他当然必须得询问 可是关键 我没有 我没有要问你 我现在要问院长 院长 你对于部长这样的回答 你觉得以后应该要怎么处理 还是以后都让你自己亲上火线 都让你地线 都由你统一来做口径来回答 委员您可以让我说明吗 我没有要问你 我先问院长 我先说明了再请部队 我没有请教你 我没有请教你 我要请教你 我会跟你讲 好不好 我先请教院长 我还是建议是不是尊重 贺成部长 请他现在说 院长我现在请教你 我有需要他补充 我会请他补充 我现在问你 你针对于你的部长 你的内阁 你们强调是最会沟通的政府 在委员会 不管是接受立法院的质询 或者是接受媒体的提问 现在的媒体的资讯 都是非常的公开的 我们百姓要得知政府的作为 他也是从媒体 做第一手的一个资料 那为什么你不愿意 接受媒体的采访 我相信你等一下你会补充 我只是要告诉你 为什么你会用这样的态度 来对媒体 我要请教院长 您会不会愿意 对你现在你的内阁 要设立什么样的一个典范呢 是不是还是以后都是统一 由你行政院长 来做统一口径的答复呢 我想特别说明 我没有看出贺成部长 不愿意拒绝跟媒体沟通 他只是说 因为媒体问的时候你永远 我想这个部分是有个问题在的 我想媒体会这么说 是因为前面他有提到 你在休息时间 你是不是就愿意接受采访吗 这个终结点是在这里吗 那院长 那部长是因为他没有直接回答说 是你在休息之前来做回答 媒体问的是这样 如果我在休息时间 我也得不到你的答复的话 那我当然是不是就能够假设 假设你不回答我吗 你要问我就不让我再回答了 来院长 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媒体在问 在问的问题是说 你是不是永远 我想这个话当然会有一点 扭曲了这个意思了 所以贺成部长会这个反应 我是能够理解 但是我也期待 未来的媒体跟这个 各行政各部 行政各部会呢 都能够有一个非常适当的沟通 而且不要有这样一个 院长你这样讲我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你们号称选前号称自己是最会沟通的政府 选后是这样的答复 你刚刚讲说你能够理解 因为你不要抓着那个永远那两个字 你在那个事情上做纠结 事情你要看前面是因为媒体 有问了这样的事情 好部长 好谢谢 我再次的感谢你 今天你愿意来这里做你的陈述 但是我要讲的是 我们所有 不只是他 还有我们的这个财政部长 他当时在面对媒体 很多的提问他也不愿意回答 所以很多的媒体在批评说 为什么选前你们号称自己是最会沟通的政府 选后你们对于媒体的提问 特别是 院长等一下我先讲完 特别是 特别是媒体对于很多交通部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希望你给外界对一个事情的陈述 跟事情的进度他去了解的时候 你不能够给他一个说法 我来特别说明一下好吗 我觉得沟通是要确实不是说24小时 随时都有机会在一个适当场合来做这个说明 这是必然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在适当场合 把适当的政策做最好的沟通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什么适当的场合呢 是每一次都会由你们统一来开记者会 这个叫适当的场合 媒体以后通通不要再交给委员会 不要再委员会提问吗 讲到今天贺城部长就这个问题没有跟外界做说明 那他就是沟通不足 如果他有说明 只是某些场合他没有 说明不代表说明清楚 有说明不代表意识 那没关系有机会让他说明清楚是好的 比如讲说各位有质疑 他没有说清楚的 我们一定会要求他说清楚 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 在有关陶渊机场的事情 事实上外界在这个中间 我没有再提这些事情了 就是说你的态度 我现在讲的不是很多的细节 我现在讲的是你新政府的态度 很简单就是当然政府是要去跟社会隔绝沟通 那媒体是非常重要的沟通桥梁 那我们希望媒体跟政府的沟通呢 是在一个妥事的情况下 在一个比较 就是大家都能够觉得是 这个我认同 充足的 这个我认同 这个我认同 院长你经常讲的我认同 但是沟通的态度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嘛 来自于我们行政院怎么样 拿出我们的态度去跟媒体沟通嘛 不是期待你所有的媒体跟立法院 都要给你合言阅策嘛 是不是这样 我们并不期待 我不提这个问题的 我现在在请教 有关于观光客的问题 这也是交通部的一个职责 我可以做前面的说明吗 我不需要 我现在我的时间有限 我不需要再做这件事情 我只要问你 不然贺城部长说明也是不公平的啦 我要问题已经说完了 我现在要请教 我没有要请你说明 为什么你老是要赞用我的时间呢 我因为你在问我嘛 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话 你尊重我的时间 你尊重我的时间 我想争取我的说明好吗 主席请尊重我的时间 请贺城部长 尊重主席 我一定尊重 我一直举手 就是在请教 我没有要你回答嘛 我没有要你回答这个问题嘛 我现在要问你光光的事情嘛 可以吗 院长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我没有要他回答 你一直举手干什么 因为你指责 然后不让我受罪 我没有指责你 我只是在告诉你 你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面对媒体 让很多人诟病最会沟通的行政团队 到底怎么执政之后变成晋升的内阁 自理下跟徐委员跟他报告 让徐委员更加了解 你不用担心嘛 好了解 不用担心嘛 院长听你嘛 你担心什么呢 应该有适当的机会让执政团队 我会让他讲话 那个院长 我会让他讲话 我自然会邀请他 好吗 好来 我现在要问的是 有关于观光的问题 我们看现在因为不管是从这个 我们最直接的 从这个最现实的这个情况来判断的话 现在观光客不断的减少 有一部分我们会把它归咎说 在大陆的游客已经开始下降的原因 那我要请教一下 因为院长之前也提过 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市场 不管是经济的市场 或者哪一类的市场 太依赖固定的一个国家 或者依赖一定的一个市场 这个我认同 那我要请教你 现在我们台湾 已经面临到很多观光产业的萧条 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包括很多的这些旅游业者 还有饭店 包括这个游览车 他们很多是说贷款买车子 一台游览车都是要上千万的 现在面临到这种萧条的问题 我要请教 你们怎么样拿出一个 立即解决性的办法 来我请 谢谢委员 这个关于观光 这个团客慢慢下降这件事情 我们相信这里面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 但是借这个机会 我们也希望 怎么相关的旅行产业 开始做一些转型 这个转型有两种方向 一种当然就是想办法去拓展更多的客源 一种就是想办法 它和上下游结合 在他们的这个经营的成本 以及品牌的经营上面 能够共同努力 这个叫做口号啦 你具体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样去 比方说你要透过地方政府 刚才已经跟您报告了 我们首先开拓客源的部分 就是透过像跟其他国家 不管是在他们的 新南境政策吗 新南境的一部分 以及我们其实在有一些品牌行销上面 这个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成绩了 现在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成绩 比方说你跟哪一个国家 谈了什么样具体的成果 哪一年我们有多少的人量 或者是实质的农业的交流 人的量的部分 当然是靠继续努力 不过眼前达成的协议是 像泰国和菲律宾 我们现在都共同达成 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双方共同行销上面 以及将来在这个所谓一层两目地地 这个事情上面大家来做协调 部长你有没有把握 就是按照你刚刚讲的这几个国家 你有没有把握 未来可以突破于 到现在我们讲说依赖也好 或者是目前大陆的市场 是我们很多观光业的主要市场 你有没有把握可以超越 我们一定要在产值上面超越 但是人数上面我们不敢说 一定要要朝人数去突破 好 没关系 这个我期待 因为你现在也上任的时间不久 不过我看如果以你这样的态度 你可能要好好的检讨 我希望还是未来 在下一个会期能够看到你 不要不要又 我要再重新 再重新咨询一个新的部长 我的态度我会改善 谢谢 但是也请您给我们机会 我很乐意听到你愿意这么说 好那最后呢 我要请教那个院长 有关于南投县 我们在南投市有一个中兴新村 这个中兴新村呢 之前呢政府呢把它定位做高等研究员区 那个部长你先请回座没关系 那这个高等研究员区呢 因为当这个是马总统当时呢 他的爱台12象限是其中之一 我不晓得现在这个高等研究员区 在您的看法当中 您接着要怎么样去推动它 这个部分我个人并没有太多了解 因为你讲这个问题 可能是科技部主管的权责 那么是不是能够让科技部长来做说明 会比较清楚 院长我这样子啊 那个了解我私底下会了解 我要了解你的态度 你对于这个中科啊 现在事实上碰到一些的瓶颈 这个瓶颈包括了什么呢 因为中兴新村它总共有两百多公顷 这两百多公顷当中呢 我们简单的来讲 规划成北中南三区 那北区呢 就是我们现在希望未来作为一个 这个文化艺术园区这样的一个脉络 中区的部分它是属于 现在还有很多宿舍的部分 南区才是现在科技部所管理的 现在的科技园区啊 那我现在不讲科技园区它的进度 因为科技园区现在这几年 有一些明显的成长 这我觉得是正面的 也给予鼓励的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问题 这我在之前的会期当中 虽然不是民进党执政 但是它还是有个延续性的一个政策 就是有关于在北核心的部分呢 我们当时是希望透过用文化部 来共同来协助 让我们这个科学园区呢 可以不断的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进行 当时呢我也私下请教过 这个政部长啊 他也赞同说 因为这个整个的科学园区啊 目前都是由科技部在管理 但是有很多的文化的部分 毕竟不是他们主要的一个业务 所以科技部还有我的看法 都认为有些的部分 在这个文化的部分 应该由文化部来做这个承接 所以呢我希望这个院长 赶快找出一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謝謝徐委員 謝謝林院長 報告院會現在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進行施政方針報告之質詢 現在休息 請進行施政方針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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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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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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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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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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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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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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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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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